超級AI 江問世 AI股將成超級瑪麗歐 欸欸欸 真的嗎 台股上季瀉 季季高 台積電三千元 台積電紅海管達 該買還是賣呢 欸 超級AI 江問世 AI股將成超級瑪麗歐 美港股罷工 韓股越煞越工 歡迎歡迎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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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嗚 大家好 我是Coco 瑪麗歐的瑪麗Ko 瑪麗Ko 欸你真的扮 你扮男生真的好帥喔 好可愛喔 別愛上我啦 這應該目前沒有這個困擾啦 好不好 扮你扮男生真的很可愛 來 大家好 我和哲哲 郭哲隆 台股上季先後 季季高啦 台積電千元後 該賣嗎 該外賣 欸 超級AI 江問世啦 AI股將成超級瑪麗歐 難怪今天紅來管答 一直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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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美國港口罷工 韓運股越霸越工 欸 是公的不是母的 你是公的還是母的 我是 欸 我今天又公又母 又公又母 外表看起來是公的 但是裡面是母的 超級公 母的啊 母的啊 育凱是嗎 你笑得這麼開心 沒有啊 育凱已經有變瘦欸 有有有 欸 看你沒拿到了欸 有啊 是不是 你笑瘦至少 大概有300公克吧 300公克 有有有 差不多 差不多 你要看他臉 我很了解他 他最近大概有瘦差不多 1到1.5公斤 不錯耶 我蠻精準的數字 育凱對不對 當然有啦 為什麼 其實不只1到1.5啊 真的嗎 對啊 你怎麼變瘦 你瘦了什麼事情 狂重訓啊 還好啊 就是吃的少一點 吃的少一點喔 對 對來說吃的少更要他命 對 我借了兩天宵夜了 借兩天宵夜就瘦那麼快 然後不得了 不得了好不好 欸 提供今天要吃什麼 來來來 我們今天是一甲子餐飲 一甲子餐飲 為什麼 連續5年榮獲必比登了 台股也連呼雜 欸 算你會掰喔 嗯 那這跟一甲子有什麼關係 一甲子 一甲子就60年啊 60年就上季線 60天 60 啊 60天上季線 對 我們剛才Re的這個肯兵就是很簡單 我還故意丟給你看那正名的聰明 剛才你只會Cosplay而已 60年一甲子 所以60嘛 對 剛好最近季線很夯嗎 很夯 你可不可以講 季線是60天 一甲子是60年 啊 OK 算季線很強 好 我們吃一下 好 你知道嗎 我在於節目上優雅吃東西這件事 我還不習慣 不錯耶 嗯 好肥喔 欸依達 你看 現在不要偷吃嗎 我是有吃小黃瓜啊 不然你再先吃啦 等下我都會有什麼味道啦 嗯 控肉很嫩耶 它肥跟玉樺肉一樣肥耶 它嫩不嫩我也不知道 來 這是這麼開心 玉樺老師 其實這個控肉還蠻好吃的 為什麼 是真的很肥 我形容都OK啊 可是控肉肥要 用肥才好吃啊 是啊 不然我說像玉樺一樣肥 這樣好看嗎 你看它瘦的那樣子 對 你剛剛形容起來非常好 只是我覺得很好笑 可是在控肉一樣肥 這樣好 你是不是覺得OK嗎 瘦肉 可是就不好吃啊 這瘦肉啊 像玉樺一樣肥 你看 也不好吃啊 也是瘦的啊 欸 我相信你 他真的有變瘦 他大概瘦1.5公斤喔 是不是 你真的瘦 調侃我都不對了對不對 整個太瘦了 因為你居然穿得像藍色這種衣服耶 什麼都這樣 買大套一點就好啊 他自己講 真的耶 欸我們要吃這個 欸這包子有點 掛包 掛包 所以你推薦你還是 是必比登推薦的 喔 不過什麼上次也是那個叫嘛 台大附近有一家 這樣吃起來我覺得還好 對那家還好 可能是甘動的關係 想不起來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夾著叫什麼 藍家 藍家啦 藍家掛包 可是聽說聲音好 可能是我們吃的是冷的 嗯 這家不錯 可能因為是我們吃瘦肉 嗯 好吃好肥喔 很肥喔 我現在在減肥 希望你減成高 可以的 講得好緊的 我們請下專業專業分析師 好 歡迎第一位 楊玉華老師 專業的楊玉華老師 主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個 先來分享股票 因為今天股票還蠻強的嘛 是 台股連漲5天 然後台基金今天上千元 然後鴻海漲3% 廣達漲6% 所以我等一下就來跟各位解析說 這些股票到底這個時間點 到底要該買還是該賣 要怎麼操作會比較好 那台股現在已經上季線了 危機真的解除了嗎 這一部分我給他會跟各位做解析喔 這是股票的部分 那食物的部分 今天終於滿意了 這是我最近吃到比較好 來福利社吃到比較好吃的 控肉好吃啦 控肉就一定要肥 肥的控肉才比較好吃 太乾了 因為它這個 吃起來就是它那個油跟肉 比例非常非常的完美 除了完美之外沒有太乾 因為如果三層肉太乾 煮得太乾 滷的就是不知道為什麼煮得很乾 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滷 反正煮得太乾就不好吃 那它吃起來非常好 就是那種滷的三張霸 肉 東坡肉那一種的 肉 瘦肉跟肥肉的比例要像我這樣 3比8 這個哏我講過是 爛哏的 好不好 所以這個比例不錯 像玉璃老師這個比例也不錯 有些人就喜歡她這種身材 6比4 她常常會遭受 會有一些神秘的瘋狂女粉絲喜歡她 怎麼表達 奇怪喔 比如說像崑禎 崑禎是大家很多女生喜歡她 崑禎老師長得帥 可是不一樣 可是玉璃老師有些人就特別喜歡她這種 不知道是哪邊來的魔力 對啊 這個沒關係 其實最簡單的兩個都可以加 對 直接加什麼手機點標題 我們今天標題 台積電鴻海管達該賣嗎 該買還是賣 點下去以後怎麼樣 所老師的連結就出現了 連結就出現了 三個都加 什麼帥哥都可以加 好不好 玉凱老師也可以加 全部都可以加 第二位帥關閉師 鍾崑禎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好 我剛好吃一口這個掛包 我覺得她的那個肉很好吃 但是香菜有點少 你喜歡香菜喔 聽說日本人有個基因 他是不能吃香菜的 為什麼 有些人不太不喜歡吃香菜 不喜歡吃香菜是基因問題 我又是基因喔 有這個基因問題 難怪我是中日混血 我也不喜歡吃香菜 真的喔 你有混血 你是 我是阿嬤啊 所以有差喔 所以你終於發現了對不對 對我發現了 真的有這個新聞啦 手手手手 手感手感 我覺得蠻好吃的 就是說 香菜可以再多一點 他好像coco 可是coco的今天辦男生 真的很可愛 你看對不對 因為我比平常再 更心動一點 馬欣老師你先吃完再說 更心動一點 先吃完再說 沒吃完就一定要先把話講完 沒心動就好像想吃掉它 是你的帥氣 是不適合食物含在嘴巴 好鬆他 好不好 來 那馬欣老師我們等一下等下一個 好不好 等一下下一個 我等一下想個讓你出產的方式 好不好 好好好 來第三位 林玉凱粉醫師慢吃 玉凱粉醫師你好 你好 剛剛coco講到說你是中日混血兒 我也是中日混血兒 真的呀 對啊 你也不喜歡香菜 中立跟日月潭 喂 他滿會掰 他在掰什麼 日月潭你也有在混血 對有這個混血 他剛好去 不是他沒有在混血 他是中立有去捐血一次 日月潭有人去捐血一次 那血都混在一起 是這樣子 不然 捐血不會那麼不專業 好那今天吃這個掛包 俗話說的好 有媽的孩子像割包 割包這個東西我是最了解的 知道 對因為剛剛有講到 你不然今天標題記記高啊 記記高 長腿酥酥 記記高 對 終於懂了 而且他腿酥酥的 還好還好 因為剛剛講到這個藍家割包 對我要幫他平反一下 怎麼說 因為藍家割包 我算從很小的時候 學生時期吃到大 他其實不夠肥是因為你沒有去選 他是有五種選項 對你要選那個中和偏肥 那是很讚的 啊 了解 果然是食善專家 那個食是那個食物的食 食物的食 我看以後做不定有個標題 就食善專家 我跟你講 就是食善就是食物的食 食物食 美食玩之類的 可以喔 專家 好不好吃 好吃啊 老師你不要表演 大家都知道你吃東西是 是你的天賦 你可不可以表演你另外一個天賦 喔 不要找天婦羅 你猜一首歌好不好 因為大家在看你外表就覺得 你可能覺得為什麼你會這麼紅 可能忘記了 唱首歌就知道你為什麼都紅 唱首歌最強項的歌 十年好不好 隨便來一首啊 來十年 十年之前我不認識你 你不屬於我 我們還是一樣 夠了夠了夠了 這我聽你唱過了 其實我跟你講我今天有講個新 idea 我覺得聽你唱歌我覺得不舒服 我也不想聽小韓唱 你看看他這樣唱這個臉 唱這歌對嗎 是帥啦 可是還不夠啦 還不夠嗎 我們看一下坤曾老師的臉 坤老師千年首歌你熟嗎 熟熟 這一首歌就是要放感情去唱 你剛剛就沒有感情 好 唉唷 我要唱歌 我覺得坤曾老師的臉 加上你的歌齁 我覺得全世界有如果這麼帥的人 就夠了好不好 坤老師來 好 請坤老師唱 我幫他配音就對了 你幫他配樂 你適合配樂好不好 來一次十年 十年 Music開始 十年之前 我不認識你 你不屬於我 我們還是一樣 陪在一個陌生人左右 夠夠夠 太帥了 我跟你講 有沒有覺得很帥 有喔 懷孕了 我懷孕了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講 玉凱老師你的問題真的就從頭到尾 不是歌齁 也不是歌包 也不是 我這外型不錯啊 你應該你把它換一下 Face off 也是不錯啊 是不錯嗎 你看一下 你現在變瘦了 你再瘦一點應該蠻帥的 你至少我再跟人家看 你大概有瘦兩公斤 你嚇到我 有喔 對啊 你最近是不是吃外肚子了 然後一直在散廁所 倒是沒有啊 喝太多優格了 怎麼瘦的 沒有就真的是兩天不吃宵夜啊 最難用不吃他也瘦那麼多 對啊 那平常真的吃太多了喔 平常會點比較多一點 阿坤老師就是帥氣好不好 坤老師記得LINE加一下 阿玉凱老師記得加一下 都加啊 或玉凱老師也可以加一下 好不好 開玩笑的 玉凱老師也是蠻多的啦 好不好 這個 玉凱老師也是中式 兩點單家的一個主講者啦 好不好 因為記得加他的LINE好不好 因為坤老師就不用講的 帥氣 都專業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好不好 來 好 財經大投票 請玉凱老師 玉凱老師 剛才上來還 還噴了那個口腔清潔劑 他這個是不想說出來的吧 孔家 那個孔家什麼叫什麼劑 清心 清心 噴那個 你這個梗完全 公立方向不口臭 對 口腔 口腔翻腔劑啊 我是好奇一件事 上面只有我跟你 你幹什麼 你要靠近我 沒有 你完全是出我意料的梗 我想說你剛剛給他上來會說 跟坤正老師在一起壓力太大 旁邊也太帥 我是要說你幹嘛噴這個 他會噴 我說奇怪 你知道跟我怎麼樣 有沒有讓空氣好聞一點 誰都喜歡香的味道嘛 好 謝謝你在乎我的感受 應該不會每個人喜歡臭的吧 有人會喜歡臭的嗎 好 沒有 突然覺得好香喔 讓他噴欸 上來聲音噴給我看 至少味道要先舒服 好香喔 雖然說沒有帥氣 但是至少味道要舒服 好 我以為人家說有帥氣 第一項贏了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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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帥氣 有帥氣 沒有昆森老師帥 其實出過 出有太多意料之外 這節目才精彩嘛 是 台股善氣線後 GG高啦 好不好台積電線3000元 還有鴻海管達 該賣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先來看一下幾個比較重要數據 因為福利社近期是幫各位追蹤 其實美國現在還是 因為近期公佈的數據啊 就是好壞參半都有啦 那我們還是看一下本週公佈了幾個比較重要的數據 第一個是美國9月份漂浮全球公佈著製造業的P&I的出值 那市場上預期是48.5 公佈出來是47 哇比預期還要低 所以我們後面給他一個叉叉 這是不好的 就是景氣比較差一點 對比較比較差 好那同一時間的公佈 9月份的漂浮全球服務業的P&I的出值 預測是55.3 那公佈出來是55.4 這個是比想像中好一點點 比預測值還要好 好那接著我們現在往下看 美國9月份諮詢會消費者信心的指數 原本市場上預期是104 公佈出來是98.7 哇那大家代表什麼 美國的人民還是擔心可能經濟有衰退的風險 所以還在消費的時候的信心沒有那麼足夠 所以比預期想像中還要差 所以它這個是數據 這個數據是偏不好的 好那接著我們再往下看 李奇蒙德FED的製造業的指數 預測是-12公佈出來是-21 那0是0就是標準值是0 所以原本預測是-12它比預測更不好 所以解讀也是偏不好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 因為美國接下來的還是會降息即買 是大家非常討論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每一股的走勢也會影響到台股的走勢 那近期這些數據不好我們再往下看 除了以上這些數據的話 那這樣數據不好是不是其實還是有警戒 那個衰退的一個隱憂 老實說是有的 那股市怎麼這樣成這樣子 好所以我來說其實大家 我要先提醒各位就是 目前漲到這個地方 還是有一些小地方要注意 還需要注意 還需要注意 注意的原因是我剛剛有說過 因為這些數據我們再簡單再看一下好了 公佈的數據引起市場的擔憂 那其中製造業的PMI持續低於市場的預期 就是剛剛看到了 那加上歐元區的製造業的PMI指數公佈44.8 這進一步加劇全球投資人對於經濟衰退的擔憂 不是只有美國 歐元區製造業也蠻恐怖的44.8 阿齊老師我看出來了 降起兩馬繼續大增 對 下一次再降起兩馬 對 所以不管是美國跟歐元這部分 其實從一些相關的經濟跟就業的數據 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你說危機真的完全解除了嗎 我要告訴各位還沒有完全解除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 這個地方還是有一定的風險存在 因為你看歐元區 它製造業指數比美國還要低 44.8 然後它的PMI低於42.5 即為經濟衰退 所以它其實已經有到經濟衰退的邊緣了 這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你再從FadeWatch來看的話 好下一次11月份原本預期 其實上一次公佈完 就是聯準月主席幫我講話完之後 這個降一馬跟降兩馬 就是11月份那一次大概是五五波 可是你會發現這些數據公佈之後 反而降兩馬幾乎拉高 拉到62.2% 降一馬降低變37.8% 降完兩馬11月份 11月份原本是降一馬跟兩馬是五五波 現在再加兩馬 那如果說再加兩馬 可能大家又跟上次一樣 還沒有 因為這一次降群全馬之前 大家不是要討論降一馬跟降兩馬 就很多人擔心降兩馬 代表說經濟有沒有可能衰退的風險 所以現在大家這個聲音還是有的 那所以說我要跟各位講 接下來關鍵 美國這個地方關鍵就是在於 接下來還是蠻多數據要公佈 那在什麼地方 我們往旁邊來看一下 好 第一個就是 本週四會公佈上週的初領試驗金人數 現在市場上預期是22.5萬 然後加上會公佈第二季的核心PC物價指數的 年化激增率的中值 那加上第二季實質GDP的年化激增率的中值 還有9月27號 美國核心PC物價指數的年增率 晚上8點半會公佈 那加上當天還有副台跟摩台結算 所以本週禮拜四跟禮拜五還有一些數據 然後看起來數據比較重要 可是好像真的比較重要只有一個數據 是不是初領試驗金的數據 這個很重要 因為上週如果大家有印象 公佈 因為它每週是會公佈嘛 公佈出來創下近四個月來的新低 然後那一天的美股就大漲 所以這個數據最重要 其他數據比較重要 本週這個最重要 但是我要跟講關鍵 下週的數據更重要 下週什麼 下週10月1號會ISN會公佈製造業的PMI 為什麼這個數字越重要 我們來給大盤好了 看圖就知道 大家也知道為什麼 我認為危機還沒有完全解除 原因 要拉遠一點 是不是 要拉遠一點點 是8月5號那一次嗎 總共最近公佈兩次 第一次就是8月2號那一天 台股大碟簽點 8月1號那一天大碟這根 這根 對 好那一天公佈千點 為什麼那一天會跌千點 前一天吧 前一天8月1號晚上10點 ISN公佈了製造業的PMI指數 低於市場上的預期 當時市場上預期是48.8 公佈出來46.8 哇 那這個數值我剛說過 製造業指數越低 代表美國經濟有衰退的風險 所以造成一連串的連續反應 這天跌了1000多點 1000點 1000點不要覺得誇張 不要覺得還好耶 1000點是歷史上最大跌點耶 沒有你也知道最大跌點是隔天 只是隔天打破而已啊 沒有錯吧 沒錯 這根還沒出現啊 所以這兩根基本上都算他愛的啦 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喔 好 那這個數據是下個禮拜 10月1號晚上10點公佈喔 好那我們最近一次 9月這一次在哪一天公佈 9月3號晚上10點 那公佈出來之後 47.2 低於市場上的預期 好可是隔天這是9月4號 這邊嗎 這一天跌了999點 999 所以這一個數據近兩次公佈 都造成台股大跌 所以我為什麼說下禮拜 10月1號很重要 10月1號晚上的這個數據 如果公佈出來 還是製造業指數比想像中的差 那台股是還有拉回去測 測季線的風險 我認為現在這個地方 季線支援短線上有手 這個是技術面 我剛剛跟各位解析 那我這個地方我還是在提醒一個重點 除了這個數據之外 下禮拜五 10月4號晚上 8點半會公佈什麼 非農就業數據跟失業率 這個因為美國現在 還是要一份就業報告來確定說 美國的那個就業市場 沒有疲軟的跡象 很重要 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 近兩次公佈的非農就業數據 也造成台股大幅的波動 就是剛剛史上最大跌點跟跌幅的前一天 8月2號晚上公佈這個數據 隔天創下史上最大跌點跟跌幅 就這一天 好那上一次9月6號公佈 9月6號公佈喔 那一天台子期夜盤跌700多點 影響到9月9號就這一天 下影線 有廠廠不是 隔壁有一個廠廠下影線 這是 這是ISM嘛 那非農公佈是9月6號 9月6號公佈之後 有一天下影線 不是那一天 再往隔壁隔壁隔壁 這一天 這一天 對對就是這一天 印象很深刻 因為開盤跌500多點 然後最後拉200點上影線 下影線起來 近期的最低點就在那裡了 老實你看信手蕾 是好多數據在腦海裡面 所以你看 專業分析師分析就不一樣 所以我只想到兩件事 就是接下來要陸續公佈 ISM的製造業 跟非農跟失業率 對 下禮拜反而是最關鍵 製造業的PMI數據嘛對不對 對 跟那個非農這兩個最重要 所以下禮拜才決定一個勝負 對 注意一下 這個是 消息裡面就是一些重要數據 接下來我們回到技術面 我剛剛為什麼說 其實現在最近這幾天蠻強的年續 漲了五天 五天漲了超過千點 那目前也回到這個季線 可是大家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季線目前是下完了 好 那我們給多一點線型 我們看看季線現在扣幾值在什麼地方 在7月1號 7月1號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這個點點 對上去 點點 對這個點點 這個就是扣幾值 季線扣幾值的位置 7月1號上去 那你要發現一件事情 接下來會往上扣 所以短時間季線可能會慢慢 還是有下彎的壓力 可是你算時間大概5到10天 接下來季線開始往下扣 左下 右上 到時候季線的壓力就相對 比較沒有那麼重了 所以配合時間 再配合剛剛那些重要的數據 原則上我提醒各位 大盤這個時間點 衝上去 今天還不錯 這兩天都還不錯 短線上先不要追 拉回有可能會來回 再測一次季線 因為季線目前是下彎的 不容易一次過 拉回打那支季線的那個角 反而就是如果你這段時間一直在看 因為前面一堆人在看 前面近期的當時的量如果沒有記錯 還創下榮曆年來當時的新機量 因為通常這個量 每次放長假才有可能量縮 可是你看近期的量 跟那個時候一樣 是大家不知道在怕什麼 所以我只提醒現在這一批人 如果你現在手上 可能資金還沒有成五成左右 或者手上還蠻多現金的 你要趁著這一個禮拜 拉回的過程當中 因為季線剛好這個時間點 配合剛剛那些數據 拉回一定要站在買方 好這個強烈的重點提醒各位 因為接下來 即將進入第四季 我跟各位分享 其實台股每年的第四季都是旺季 近十年來台股的第四季 上漲的機率高達90% 而且平均上漲的輔助超過4.5% 每年的第四季都很旺而強 然後可以延續到過年前 通常可以延續到1月份 所以反而佈局的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我先把大方向告訴各位 所以短線上總結一下 短線上你明天開盤不要去追 可是接下來三到五天 會有拉回回去測季線的時候 你反而是一個找機會 絕大的佈局點 好謝謝老師 我們來問一下育凱老師 對大盤盤期怎麼看 好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今天外資的空單 又來到3萬4千口 因為其實禮拜一看到3萬5千口 大家就開始很緊張 今天3萬次又要開始緊張 可是其實不必要 因為其實我們講7月8月9月 之所以會有一波的沙盤 然後外資的空單先佈在前面 我覺得是因為他預謀 預謀犯案 因為他已經知道說 他有可能要去做到現貨的動作 所以他空單先買 等於說這樣可以兩手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歷史的第一大第二大 以及第五大的這個單日賣潮 都出現在這一段時間 可是這一次呢 其實外資連同今天 已經是連五買囉 外資的現貨已經是連五買囉 其實如果說連五買的話 應該是今年5月以來的 一個算是紀錄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5月份的那個時間點 其實5月那時候 台股大概也才2萬出頭點 然後2萬2萬1左右 其實後面又往上漲了3千點 所以我覺得說這一波外資的一個動向 不一定要用這個期貨空單的概念來看 其實反而他的期貨空單 有可能是為了現貨做避險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獨家想法 坤老師您快速講一下 你對於這大盤怎麼看呢 我覺得大盤 他有機會不會回飾到季線 可能就會直接上去 那可能會直接上去到下禮拜五之前 才會稍微的去做震盪 因為我覺得說現在不論說美國股市 還是說中國股市 他的熱錢都已經太多了 多到說可能他不會等到股市回檔再進場 目前就會直接一窩蜂的就搶進去 對那說這些錢到底是從哪裡來 等一下在這部分我會再跟大家去做解釋 好 謝謝老師 錢從哪裡來 希望分析師幫我變出錢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繼續看 外資 這最近很少見 外資投資投信自行商買那麼多 自行買那麼多 有沒有可能部分是賣 賞戶 這個就是可能 因為自行商本來就做很短的 第一個然後加上散戶本來也做很短 有沒有可能散戶賣 因為之前我們說自行商 有些是批貨嘛 散戶認購ETF 所以自行商賣給他 那現在自行商買 其實有可能是賣 這個是有可能 有可能嗎 散戶賣ETF 他就收 可是對我來說我還是 因為自行商真的太短 有時候真的 我說實在我覺得自行商場有價值 真的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高 所以還是看投信跟外資 那至少現在外資已經連續五買 這很久沒看到這種現象了 連五買 然後加上如果你去看一下匯率 台幣進行也蠻強勢的 那經過降息巡派開始之後 美元的資金 就國際的現象資金可能會流入台灣 其實這些都是對於台股來說的話 都是一個隱藏的一些買盤 所以資金其實還蠻豐富的 台幣生死嗎 因為台幣生死好像美債 快速講一下 美債就相對貶嘛對不對 對 美債你覺得能看嗎 因為有些網友怪我們 FREASER推薦美債 可是說老實話 如果你從去年看到現在 他還是賺不少 其實第一個 我上次有跟各位說過 其實第一個投資ETF 拜託請大家用長期的概念 長期的 這至少六個月以上至一年 不要拉看那麼多 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 記得嗎 那個就是蜂蜜蛋糕 長期的蜂蜜蛋糕 好吃喔 原來有這個梗厲害 尤凱老師你不懂嗎 官島長期 對 我覺得不錯 尤凱老師我覺得你銷瘦了 我銷瘦 我真的瘦很多 以前那個衣服都撐出來 他現在還有皺蜜 你知道嗎 他人生居然有皺蜜 這都整個瘦下去了 以前衣服 你要上廁所嗎 以前也沒有那麼悲啊 現在這樣是不是 你很悲啊 以前衣服扣不上去 你先扣看看 可以啊 Easy好不好 沒有在開玩笑了 誒 上次有人學你學很小 有 我們一起 陳老師 我們一起學凱哥 1 2 3 沒有你已經很瘦 寬這個可以不用學了 你已經學他很像 陳老師選你很像 你現在可以看他 是喔 對啊 來 好像喔 你根本要擠開 蛤 自己舒服一點 好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所以美賽覺得可以買馬鈴 第一個對 第一個我覺得可以買 第一個你本來就要用長期 第二個其實福利車之前有跟各位分享過 其實你時間拉長啊 降血循環開始 他現在開始展開降血循環 不會馬上再升息 那基本上如果你從降血循環開始 其實時間拉長拉到一年 其實美債的報酬率 至少都有30% 所以根本沒有那麼差啊 所以拜託各位啊 投資ETF 拜託真的看長一點點 我一直跟各位提醒 ETF至少看六個月 正是一年兩年都 你要用這種角度去投資他 就是說你要去短線上去 從他身上做價差 老實說也沒有那麼好做 你把它擺長了 擺長了其實問題就不大 基本上如果一年抓個30%利潤 也是蠻嚇人的 所以這個是ETF的部分 尤其是美債 所以我建議各位 其實說真的 現在拉到這個地方 想買的是可以買 美債這個地方反而可以買 非常好的進場點 因為ETF其實 給一個概念 不管是ETF或者一些偏大型的全值股 其實買就盡量不要看漲去追 反而利用拉回的時候 才是一個絕佳進場點 這種比較偏長期的商品 就是買黑就對了 好買黑就對了 買黑 對偏長期的商品 就是像ETF或者一些大型的全值股 就是買的 台積電也是一樣 你看跌的過程中 你敢買黑基本上都賺錢 敢買這邊都賺錢 發金點 這邊就好了最新就好了 是不是 發發發發發 對啊 是不是昨天987 你也舊白7 是舊霸氣 好不好 好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是AI國怎麼講 超級AI 今天因為 想到了 你要講一下為什麼今天超級馬力歐 是 因為 超級AI的關係 媽媽吃了超級新星 就變成超級馬力歐囉 都是因為 你現在不錯 你現在穿可愛不討厭 你以前穿可愛比較容易討厭 你現在蠻可愛的 是嗎 大家有這樣覺得嗎 並沒有討厭 從來沒有 Never 好 因為大家覺得反正看你日子不多 就是珍惜你 看一天少一天好不好 是這樣說嗎 不知道這個該笑還是要該弱 看一天少一天 要笑嘛 要笑是不是 歡送他 對啊 好啊 好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因為超級AI將問售 人類將更進一大步 因為OpenAI的執行長 Automine 9月24號 表示 是啊超級AI將在未來幾千天之內誕生 那OpenAI這個就是QRGBT 大家知道這個人 這個人其實是目前 還蠻重要的一個人 一定要認識他 如果要盡可能提高AI的普及率 讓更多人使用AI 就必須降低運算成本 如果AI的基礎建設不夠 AI就成為非常有限的資源 引發爭奪戰 講到這邊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其實最近大概10天前左右 輝達執行長 去參加高盛的技術論騰 其實他也說過 哇客戶追著他跑 跑什麼他要什麼 要最新的Blackwell的晶片 所以其實你如果說運算 假設超級AI要誕生 其實最重要還是運算 它的運算能力 簡單來說就是晶片要越好 然後相當一些受惠概念股 就是伺服器相關 所以伺服器相關的股票 今天還蠻強的 我等一下要跟各位分享 什麼股票可以做留意 反正這個概念就是告訴各位 其實AI一些 尤其像一些老AI的伺服器 我認為還沒有結束 因為目前這個地方 其實都還在剛開始發展而已 而且目前 你從北美那幾道雲端服務業者 也可以看出一個現象 不管Google微軟Meta 亞馬遜 資本支出持續增加 然後跟著黃仁勳說 拜託你能不能多給我一點點 好像甲骨文執行 也說過類似的話 就多給我一點嗎 多給我一點點 像綠凱就說多給我吃一點嗎 對啊 你吃完也蠻厲害的 你不是要減肥嗎 有啊 我現在不吃宵夜啊 坤老師你不要受到影響好不好 坤老師你也吃完也蠻強欸 我覺得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啊 可是有點油 有點油 蠻好吃的 好 所以超級AIOK 馬斯克也 好 所以馬斯克也認為 在2025年年底或兩年內 AI就會比任何一個人類都聰明 我是覺得這個先聽清就好 你說要比人類聰明 這台真的不容易 我覺得我都感覺碰碰碰有幾千天 老是20年也才7000多天 20年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這個要多久了 我本來覺得這個造勢有可能會實現的 因為目前一定是往AI 之前我也跟各位分享過 接下來就是AI嘛 剛開始是AI伺服器的投資 那接下來就是AI結合 像之前黃倫勳在台大演講的 預測天氣嘛 天氣相當的模型 那可能接下來AI結合醫療 那AI可能家裡有出現一個 可以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像有一些人不喜歡倒垃圾 欸機器人幫你倒一下垃圾 欸這其實也很 我覺得會有市場 我跟你說真的 我跟ChapGPT 有些問一些奇怪的問題 他真的答得出來蠻厲害的 其實為什麼這就是AI股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 你用ChapGPT 可以幫忙做很多事情 你會用的人 其實以後 勝負越差越多 就像Google搜尋的人 對 Google搜尋的人 比如說有時候人家問我說 怎麼考分譯師 我說其實 因為像有些分譯師的題庫 他答案其實你就查不出來 其實像Google翻譯搜尋 都可以搜尋到這些答案 那現在也一樣 其實你會用ChapGPT 你會發現到 你同樣的一個智商 可是你會使用ChapGPT 去搜尋去發問 其實你的結果會差很多 而且可以省你非常多的時間 重點是你會不會發問 你會不會去了解 接下來你會不會使用這些 AI超級AI好不好 超級瑪莉歐 你有什麼問題 好我要來發問了 老師 第四季會靠AI股來拉嗎 基本上我認為會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剛才我說過 我提到輝達執行長 其實輝達執行長黃文勳 那時候講完這句話 隔線如果大家很像台股大漲 那時候漲主要漲什麼股票 一樣就是像台積電 廣達 鴻海 就是類似這些老AI 好老師那我們就直接講鴻海跟廣達 來你講這兩檔股票 我們直接來看股票 好先來看一下鴻海 鴻海今天很強 漲了3% 那目前大家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我先跟各位講基本面 其實以鴻海廣達再兩檔股票 我跟他會推薦廣達順便一起講 因為你鴻海今年來說跟廣達 去年大概都賺10塊錢 鴻海今年EPS估大概11塊5 明年大概可以賺14塊 那後年原則上2026年還是會比 2025年還更好 簡單就是大家記一個重點 以EPS下去估 鴻海的營運狀況 EPS是呈現逐年成長 而且至少會成長到2026年 我就先幫各位估到2026年 那廣達也一樣 廣達去年大概賺10塊 今年廣達EPS大概14塊 明年大概估17 甚至2026年可以上看20塊 這我是幫各位看非常多研究報告 總結一個平均的一個結果 所以一樣總結一句話 這兩檔股票基本面都很好 而且這兩檔股票也是平蓋股 也是AI的供應鏈 好 既然EPS都往上成長到2026年 所以以長線的角度 其實這兩檔股票都值得你做佈局 但是我要跟一開始提醒各位的一件事情 廣達跟鴻海這兩檔股票 如果投資人 你稍微還是要稍微有耐心 抱長一點點 因為大型的全職股 你如果 你短線真的要去做一些架差 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 第一個要提醒各位 那第二個你現在問我一個問題 那老師現在這個時間點 還可以買嗎 要怎麼買會比較安全 好 我們先好 今天要在廣達我們看廣達 先回答了 可不可以買老師結論 可以買可是你要拉回買 現在他會買 為什麼 來看季線 我剛說過了 季線目前下彎跟大盤一樣 季線下彎本身就是有點壓力 所以今天在季線下 上一次要遇到季線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好你這個地方圈好 這都季線扣幾值 很重要你看 前面兩次遇到季線下彎都有壓力 之後下來打第二隻腳 好現在季線扣幾在這個地方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接下來三到五天季線往上扣 所以這邊季線還是有可能會下彎 可是接下來就往下扣了 扣低值左下右上 老師剛剛因為這邊我怕有人聽不懂 這邊季線就是一個平均值 對 那這邊還是高的平均值 接下來就低的平均值了 對 接下來低的平均值 季線就會往下 慢慢就會走平 甚至往上翻揚 往下嘛 對 先往上再往下 先往下 然後走平 然後翻揚 走平翻揚是之後股價都會上去 所以老實講的時候 季線往下打下去 對 因為現在股價平均值從這邊開始刷 這邊過去以後就開始 是低的價格的平均了 所以會有壓力 是沒錯嗎 對 所以短線上會有壓力 那我剛說過 其實你從中長線來看 這個值得做佈局 你發現底部月墊越高 好第二底部月墊越高 那什麼時候可以買 基本上拉回到月線的地方 就可以做佈局了 好 所以這第一個廣達 好 回到鴻海 也是一樣的邏輯 好 一樣我們把季線拉出來 拉長一點點 今天剛好遇到季線 你有沒有發現鴻海今天上場有一些壓力 因為剛好遇到季線反壓 好一樣的概念 那目前扣底值一樣在7月1號 接下來往上扣 接下來往下扣 季線會慢慢走平翻陽 底部也越墊越高 所以佈局的點可以 短線上如果你想切入 你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 回到月線的地方 就是一個值得的切入點 然後報進去之後 你就稍微時間可以拉長一點點 報三到六個月 基本上這兩檔股票 不會讓你受大傷 而且受惠整個AI大浪潮 這兩檔股票都是不錯的 以上給大家做參考 好謝謝老師 帥氣 抱起來啦 帥氣又專業 而且嘴巴又香 嘴巴很香 你看他靠那麼近是不是 嘴巴很香 輕吻不怕臭味 輕吻不怕臭味 好不好 加他LINE 感受到他的嘴巴的芬香 好像感受不了 可是加他LINE 可以感受到他股票 到底有多飽 香噴噴 香噴噴 你看還多喝水 老師你看 被抓到了 真的注重嘴巴的乾淨 你今天很重點都 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在你的嘴巴 可是有時候人就剛好記得這些點 真的好不好 加點LINE就是這個原因 你到時候要謝謝我 我要找香噴噴老師 香噴噴老師 對 香香華 香香華 欸不錯欸 香華月餅香香華 你為什麼想要吃 你可以跟玉凱同一個 好啦 同一個做對了 小爪RiCH94898 我們來跟香菸單元來 熱門我最貼 星雲跟萌利 像我實際上辛苦跟雲啦 好不好來 好 第一檔股票 星雲跟萌利 其實這兩檔都是台積電設備 相當的股票 那我剛才說過 因為我剛沒講台積電 台積電就留給崑曾老師講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台積電紅海跟廣達這三檔股票 到2026年整個EPS的估值都是往上的 尤其是台積電 台積電我之前也跟各位分享過 非常非常的好 那現在台積電好是好到什麼 其實 第一個台積電好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的晶片 幫那個輝達晶片供不應求嘛 那輝達一直要求看能不能晶片的產能 多一點點 好那台積電說 好啦我收到你的新生了 我產能多給你一點點 那一開始要擴充什麼 擴充COAX相關的 所以你會發現COAX相關的概念股 近期的表現都不錯 那目前以台積電最近一次的法說 會釋放出的內容 COAX相關可能到2026年 還沒辦法做供需平衡的動作 要到2025年可能都要一點緊 但是因為它上個月用最快速度 買像群狀南科廠嘛 那這個預計基本上就是要 扣通COAX相關的設備 所以我認為相關的設備股 基本上還會有一波 好那竟然還會有一波 近期有一些股票已經很強了 哇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如果衝出去的基期相對高的 好那我們再用它的獲利去比 我們盡可能不去追 看一檔指標股 6187萬論 萬論最近很強嘛 你看那個線型標的多漂亮 好簡單EPS估計一下 來個超級比比 好萬論今年EPS大概估12塊 還不錯 那你算一下它現在本益比大概40倍 然後漲一大段基期相對有點高 好那我們講到這個 你一定要記得股王 設備股王是誰 3131的紅碩 紅碩今年EPS估28塊 那現在1800多塊 本益比65.5倍 你覺得說那好險 萬論現在漲的有道理嘛 漲到現在才40倍 那股王65.5倍 那看一下3583星雲 我今天跟各位推薦星雲 星雲今年EPS估12塊 它8月份的營收8.8億 月增年增 那月8月份的營收也創下歷史新高 原則上今年星雲估12塊 比去年8.1塊成長快接近50% EPS 然後加上我說過了 至少到2026年訂單是滿的 所以星雲EPS沒問題 那它以現代股價 去跟萬論比 它本益比大概跟萬論差不多 就是37 38倍左右 所以基期加上你把線型多給它一點點 它不像萬論那麼標 經過一個 反而這個時間點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3583星雲 目前相對來說 價格技術線型都是相對比較安全的COAX概念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看一下2464的盟利 盟利一樣是台地鑒COAX設備相關的股票 它切入相對比較晚 如果你去跟萬論跟紅塑跟去星雲比業績 不好意思 盟利是輸的 因為盟利算是在我定位是轉機股 可是它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就是你看 近期其實沒什麼動 前幾天創個新高之後 那稍微有一點賣壓稍微拉回來 那拉回來現在不是剛好又回到季線附近 季線還是上揚的 所以就像我剛剛說的基期相對低 然後它的業績會接下來會下半年開始 陸陸續續的灌出來 所以其實你從它最近一個月的業績去看 最近一個月的營收 8月份的營收 7.4億月增14.5%是創下11個月來的新高 它業績已經慢慢再出來了 那整個在手訂單超過60億元 就像我剛剛說的 其實它基本沒有慢慢好轉的跡象 那加上它的基期又相對跟剛剛比較起來 又更低 反而值得這時間點 盟利大家也是可以注意的股票 以上給大家做參考 好的大家要注意喔 有沒有看到華哥的手勢很多呢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跟聯發科 都今天很重要的全職股 老師你好 昆德老師 好 那當然說今天台股就一定不能忽略掉台積電 雖然說今天的大工程之一 那當然說很多人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台積電上籤了 如果我沒有買到 現在到底還能不能買 好那我這樣來跟大家說 就是說如果說以台積電來講 台積電大家要先知道說 台積電對於其他股票 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優勢 就在於說台積電它的訂單能見度 遠比其他的公司還要來的高 因為說台積電目前的訂單能見度 至少可以估到2027 因為基本上 大家要去跟台積電下單 一定都是排隊 那也就是因為排隊 所以它在明年後年 甚至大後年可能會賺多少 大家心裡都已經有個底了 好那我們就這樣來看 台積電在2025 預估的EPS保守抓大概是50塊左右 因為目前市場 外資有給到56啦 那我覺得說這個數字有一點 太誇大了 對說保守抓大概是50塊 那以50塊來講 我們就給個最基本的本益比20倍 那這樣的話台積電就是大概是1000塊 所以台積電在目前1000元的價位 大概就是反映到了2025年的預估獲利 那如果說台積電去反映2026年的預估獲利 以目前在手訂單來看 台積電在2026大概是可以賺60塊左右 保守抓60塊 以60塊來講一樣給個基本的20倍本益比 大概就是1200元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那台積電它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股價才會去反映到1200元的價格 其實很簡單 市場熱度要夠高 對市場要夠相信你在明年後年 一定可以賺到這個價位 它就會去反映 那又或是說隨著時間的推進 可能說到今年年底到了2025年初 它就會開始慢慢去反映2026年的獲利 所以我覺得說1000元的台積電 一定可以買 但是你放的時機 就是你要有個預期心理 你如果說市場熱度不夠高 那你可能需要放到今年的年底 對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說你要做短線就先不要買 那如果說你可以至少放個一季以上 現在就可以去買台積電 好 下一檔股票 那以聯發科來講 聯發科當然也是說今天的大工程之一 那我覺得說聯發科他其實也是 已經開始要去反映在2025年的獲利狀況 因為說聯發科他在今年2024 他預估可以賺60塊 對那預估賺60塊 一樣是給個最基本20倍本益 別的就是1200元左右 對所以聯發科今天已經上了1200元 那接下來他就會去開始慢慢去反映 他在明年的獲利狀況 因為聯發科以目前在手盯著來看 明年大概是可以賺保守抓70塊 那如果說以70塊來講 聯發科其實在這一波 是有機會可以到1400元左右 而且重點 聯發科他是比較偏向非平陣營的手機 就像說華為的三捨機 對所以近期熱度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覺得聯發科在整個第四季 是有機會上看到1400元以上 對現在是可以下去做留意 OK謝謝老師 接下來下兩張股票都收平盤 看能不能吃這個超級新星 嘿 接到了 漂亮喔 秦老師 這是古有拋繡球 現在有拋新星 代表是你要這個你要嗎 好可憐喔 看你還是放難裝好了 沒關係 昆湞老師 嘿 越玩越玩 很燙是不是 這都是在樂園 你應該排球排過來 很誇張欸 我記得你不計時的 沒有因為今天 那個 玉華在 玉華老師在 就讓給你吧 好好好 欸難得欸 好好好 算了就這樣 自己來 自己來 玉華老師 好好好 因為我跟Eason交情不錯 所以朋友七不可戲 好 來第一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加登的部分 因為其實今天我們三位不約而同 都有講到這個台積電相關的概念 對 那加登其實也非常符合剛剛玉華所說的 現在大概本益比約莫就是40倍左右 可是它有什麼優勢呢 第一個它1到8月的這個營收 已經先創下歷史新高 那公司今年自己也出來講 就是說全年度的營收 也本來就會創歷史新高 那現在依照市場預估 全年度的EPS大概可以到13塊 那歷史高點大概是11塊12 也就是說今年的EPS也會創下歷史新高 那重點是呢 來我們看投信 投信其實從這個9月份以來 買超的動作相當的積極 其實我們不排除這種股票呢 有基本面有題材性 很有可能會成為第三季 甚至延續到第四季的一個作帳品材 作帳股 對 所以這加登你不要覺得它高 還是可以來做一些留意 好 那下一檔我們來看這個強茂的部分 2481的強茂 這個是屬於比較車用的範圍 那因為現在市場驚傳 大概會在10月10號 雙時節的這部分 它不是武昌起義 就是說這個特斯拉可能要發表 它的這個robotaxi 哦唷 技巧人 對 它就說沒有煞車沒有方向盤 那不是自煞車 那是自駕車 對 它可以就是完全用AI的功能 比如說就是無人計程車的一個概念 那市場也因為這個題材 變成說很多的相關車用的概念股 其實通通都起漲 那其中我們為什麼可以來留意一下 這個強茂 而且我們看一下強茂 它第一個位階構低 那這一波來講的話 它算是有點帶量起功的 然後再者就是說 它其實近年來 它在MOSFI的耕耘很多 它有一個150V的車規級的MOSFI 其實已經獲得 國際汽車電子協會的一個認證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這個題材是真的的話 它是非常有機會來去做受惠的 好持續留意 你不要看它現在長平盤的樣子 還有這支凱哥的Light 8都加起來 來進入到下一個單元 古市甜點圈 焦點谷幫你圈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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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老師你這個錶好亮喔 好帥氣喔 換了喔 又換了喔 換了換了換了 又換了 沒有不是啊 因為每次我上福利聖 他們就說綠色的會被綠幕吃掉 對對對 真的 好像綠色丟掉 對啊 這次看起來 Deytona 這個Deytona嘛 Deytona 表演義大利式發音是不是 沒有美式發音 Deytona Deytona 凱哥的秀怎麼亮亮的啊 你們兩個兄弟 這是同一個錶吧 同一個錶 不知道以為你們兩個會one欸 他們沒有 還好 我們就要找一個機會同台 證明我們不是一支錶兩個人 輪流袋 沒有那麼窮好不好 沒有那麼窮 玉凱連領帶都愛學我 領帶 不一樣啊 這你成長 今天不一樣 是真的嗎 對 下次我們再帶同一條領帶 艾瑪斯的嗎 股池的 股池的 好 股池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股票可不可以飛馳 來看一下 中國人行大撒幣 入股狂飆 來先看 我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就是說等一下會幫大家講一檔 在今天狂飆了20% 對20%的ETF 很扯啦 對真的很扯 重點是怕不該這樣飆 閃戶瘋了 好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 因為說剛剛在節目一開始 有特別跟大家提到說 現在的台股 其實說真的算是說錢滿為患 有點說前淹腳墓的感覺 我就說第四季不是現在 第四季有機會出現前淹腳墓的感覺 而且他又印鈔票了 對中國的印鈔票 一隻穿銀劍千金萬馬來相見 那三隻怎麼辦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三隻劍真的是 中國股市可能是沒有辦法 容納那麼多的資金 對那你看 噴出去了 對 那以中國股市來講就是說 在國務卿行務搞在24日 有特別宣佈 就是說降準 還有多項的救市措施 老師我們先看一下股市好不好 看深圳的股市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上陣 上陣跟深圳 上陣也可以 如果說以上陣來講 他在昨天 單日是大漲 將近是半根漲停板 那個超過4%以上 這個指數漲4%是很誇張的一件事 台灣股市大概漲880點 對880點 而且中國股市 如果說你把線型縮小來看 他大概已經從2021一致跌到現在 對在昨天的漲點 應該是近三年來最大一次的漲點 對所以從這樣子的現象 就可以知道說 中國他們這一次的三支建的救市措施 絕對是有他的效果出現 對 好 好那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美女有問題 老師 央行人行降準降息 干台股什麼事 這個是一個好問題 因為說 那好兇 對 關你什麼事啊 今天你沒理他 他就難過 沒理我 好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底下的資金 到底有多大 我跟你講 就是說他要拚經濟 那因為說 先看完這部分的資金 全面 很恐怖啊 是 加起來一兆 這樣快兩兆了 超過超過兩兆 對 那還有說舊房市 那包含像是舊股市 我覺得說最厲害的東西是這一個 這個算是之前 幾乎是沒有聽過的名詞 證券基金保險公司互換便利 對啊 你說什麼貸款比例這樣 調升 然後怎麼樣啊 哦 住房可以再貸款比例調升 對 你缺錢可以再 在 我在貸款的 對 房地產有都只能貸四成五成而已 對 不是 我可以多貸 還可以調高 這就有點像在二胎的感覺了 二胎對 對 二胎你這舉例好了 二胎三胎了 哇 你缺錢沒關係 反正我看到你借啦 借到你算啦 對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底下 你看 我看到這個我嚇到了 然後你看 這個 就是已經夠誇張 包含像 抵押旗下持有的金融商品 那可以說 換取投資股市的資金 等於是說 你有一些 各式各樣的投資商品 你股票可以有換錢 因為現在執押不是 基本上現在台灣執押不行了 它不一定是股票 可能說你有一些 雜七雜八的定存 還是什麼什麼儲蓄險 這些全部都可以拿去支樣 幹桿包那麼大 對 就等於是說 可能說目前只有 欸他瘋了 他就是受不了了啦 對啊 我覺得中國官方是有一點 真的有一點 擠了 真的是擠了 我給你講件事好不好 因為最近有些朋友 其實他都內涵人 他都現在反而會去哪邊 都不會去日本去玩 因為日本現在物價太貴了 對 他都直接去對岸去玩 你如果 你不要討論到政治的觀感的話 其實像去對岸去玩正划算 因為以前很多地方是人擠人 像他們有些地方 他們就會覺得消費力道會減少 你會覺得玩得比較愉快 對 真的 育凱尼有時候喜歡出國的 有時候喜歡去外面玩的 其實你也應該去對岸玩一玩 因為現在消費起來 我覺得物價沒那麼高 其實我是一直想去對岸 因為我前陣子比較常去日本 因為日幣那時候便宜 因為你看他救世成這樣 代表其實真的是蠻慘的 對 就是已經真的是想 因為其實不只這一次 在近兩年來 中國股市其實推出一大堆的措施 那每一次都救不多 可能反貪或景點就無理了 這一次就是給你 不管你我印鈔票啦 還有什麼股票回購再對款 感覺就是像你之前講的 二胎三胎 直壓再直壓 對反正就是把 他那個感覺有點像說 100塊 100塊我跟你抵押 那借出兩百塊 那個是這樣子的感覺 嗯 借出兩百塊 100塊抵押 100萬抵押 借個台灣是這樣子 你借個50萬 就算就很誇張了 對 你看漲到兩萬四了 之前你看 哇 群域那時候來個2.1%的 哇 質壓馬上滿 然後2.6 2.7都滿 只到3%大家才不借 現在不是啊 哇 100萬我直接給你借到兩百萬 對對對 那 我覺得說 你說那中國股市 到底會不會真的 這樣反正 我覺得說還是要看啦 因為畢竟說 你再怎麼印鈔票 如果說經濟沒辦法起來 可能它還是會彈劃一線 好 那我們就 比如言言一席的病人嘛 你一直打強 強力 打強心針 強心針也沒有用啊 一直電極 對啊 對 那 但是我覺得說 最大的受惠股市 就會是台股 對 那就像Coco剛剛問到的 就是說那中國股市 關台股什麼事 其實說大家要知道 為什麼外資 以前比較有關聯 現在比較少關聯的 對 那你說為什麼近期外資 買超的幅度會這麼的大 其實跟中國股市也有關係 因為大家要知道 在很多華爾街的投資機構的眼裡 他不會去跟你分什麼 中國股市 香港股市 或是說台股 他們看是一個大中華區的投資組合 我真的瞭解 難怪我昨天奇怪 為什麼台積電莫名其妙漲 台積電有列入中國金融指數 我起雞皮疙瘩 我一直想不出來原因 老師我喜歡當主持人 有時候真的很累 唯一的東西是 我真的可以學到東西 這意想我馬上通了 學到了吧 學到了 謝謝你 不客氣 好不好 真的這講的有道理 所以還是有 因為他金融指數一提高 我對台積電的權重 我要增加 對對對 因為說他那是一個投資組合 你不可能只有一個投資組合裡面 一直加大中國股市跟港股的比例 台股他也要跟著網上去做提升 而且金融指數 它是比較中國的指數 中國的指數 它有含台積電 難怪最近台積電很強 對 就把他涵蓋進去 這個沒有人講 趕快我們再湊一湊講一講 告訴你真正答案是什麼 對 別的節目也不會跟你講這些東西 好不好 老師謝謝你 告訴我們這些 很獨家的想法 所以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老師來 好 來 好 所以我覺得說就是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才說 台股在整個第四季 其實基本上不會到太差 光是那個錢真的是用不完了 所以可以看到說 國際指數 恆森 深圳跟上陣 其實全部都是大漲 對對對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老師來 中東 那除了這以外 所以學到好東西了 所以如果大陸股市來莫名其妙漲 台積電就有機會漲 對 好不好 因為昨天台積電 ADR盤前就跳空大概三漲 2.5千 有點蠻奇怪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反應過後了 對對對 一些入股 中東的衝突 稱溫 老師稱溫 這個又跟韓運股有關係嗎 老師 有 我先問你一件事 先以色列離巴林 不要理他 我覺得以色列車蠻狠的 嗯 那個以色列總理 感覺就是想把事情搞大 對 反正不然下台 你們覺得嗎 是 你看這次也蠻狠的 直接殺了492人 對 包含像是說 近期這個BBCALL事件 對 那也有說是以色列的陰謀論 是 對啊 是BBCALL 還有無線通話這些 對對對 機子也爆炸了 對 我覺得還是不要批評以色列 蠻恐怖的 對 所以 反正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原本紅海的危機 它目前已經慢慢又擴大了 對 那就是說它會讓整個運價指數 又再度往上去做提高 因為大家要知道說 其實如果說我們回到去年的年底 其實在2024到2025年之間 有蠻多的新船要下崗 所以導致說它的運力有點過剩 那過剩是維持到 這個是2025年的年底 那因為說有紅海事件這樣子 它已經把它運力慢慢消化 消化到大概是今年第四季 那就會回到一個正常的運力 所以這也是說近期航運股怎麼都會大漲 那我們可以再往下看一下 包括像是 美國的港口工人 那它是就是要罷工嘛 當然說罷工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覺得說薪水太少了 因為美國現在物價其實真的是非常高 對 雖然說它的通膨有降 但是物價還是很高 所以他們就要加薪 然後變成惡性循環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罷工 是為什麼這罷工很恐怖啊 罷工聽說這個比例啊 哇涵蓋全美41%的 幾乎是就是 如果真的罷工 就是全面停擺了啦 對這個就是全面停擺 那其實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罷工的機率其實是蠻高的 對 那我覺得說 因為說這個影響層面真的是太嚴重了 所以我覺得最後可能還是會妥協啦 可能說幫這些員工稍微加點心之類的 對 所以這部分就是我們可以再繼續做觀察 那再來第三大利多 就在於說聖誕節的拉貨潮 對因為大家知道說 美國在12月份 其實說在以美國地區來講 他們最重要節日包含像萬聖節 那包含像是聖誕節 對那在這個時間 他們就會準備比較大量的禮物 所以像是一些 比較偏向消費性電子的東西 都會開始去大量運輸 那又加上 中國大陸 他接下來會有這個無一的廠價 對這個也會有 這個雙11啦 雙11的購物節 他們也會大量的增加這個貨物運輸的需求 對所以這也會讓整個附加費用 或是說整個運價往上去做提高 好謝謝老師 所以整個來看 金老師我們快速講一下 這個是等於運價指數往上拉 那運價指數往上拉的過程中 我們先來快速看長榮雅明 看這兩檔股票 長榮選兩檔是怎麼看 竟然漲能追嗎 不要先看今天漲20%的 960 因為這些漲的沒有很多 這個是20% 對這一根是20%非常誇張 20%老師我們看到走勢圖 老師這種展示對嗎 聽說他股價跟 淨值跟他股價差太多了 我先給大家結論 明天開盤千萬不要追 而且我覺得明天有可能會跌到超過10%以上 對因為說大家要知道 10%我實在講 有可能會跌超過10% 因為像是00960 他目前的淨值大概只有15點多塊錢而已 大概15.9 15.9塊 但是你看到現在 他現在的收盤價是19.9了 等於是說他的溢價幅度 已經高於了他目前的淨值 已經20% 從來沒有看過溢價幅度這麼高的ETF 等於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願意加價20%來買你這檔商品 這個其實是完全不合理的 因為說 對啊神經病 我去我也可以 他可以 這是志祺市場 我可以出奇市場 直接申購就好了 對而且你可以看 我看我買虧的東西 1000萬差200萬 一億差2000萬 是傻的喔 這賞戶真的很瘋了 對啊 而且像是說 買ETF一定要查禁止 960他的最大成分股是長榮 大家可以看一下長榮 他在今天的走勢 其實也沒有到這麼誇張 對連漲停都沒有 對長榮今天也是 960最大成分股是長榮 是長榮 是啊 第二大是馬斯基 馬斯基他今天也沒有漲到這麼誇張 所以就是單純是 散戶真的有一點 失心瘋了啦 不是我們臭美喔 我們之前想說960 我們在福利社就有講了 有說960不能太多人買 其實就有講了 因為其實960 他的目的不是要讓你去做價差 因為他是季配息 他比較多是要去 讓你去賺每一季的配息的 買960你不如就買長榮 配息又高 對 成分股最大這個 運價下去一起跌 沒錯吧 那長榮可不可以買 我們快速說一下 好 那我就說長榮 陽明萬海 這三檔我會最推薦長榮 對你說萬海今天雖然是最強 但是他強勢的原因比較偏向是說 因為他的股本比較輕 對 但是我覺得說長榮才是最穩定的 因為萬一 好你說鴻海危機真的解除了 那運價往下掉怎麼辦 那長榮就不用怕這一點的狀況 因為說長榮他的平均的配息率 大概是40%左右 那他今年預估EPS大概是56塊錢 所以代表說他在明年預計會配到 大概是22塊左右 對 那配到22塊的話 以長榮他目前的價格來看 他的殖利率是超過10% 對 所以光是這樣的殖利率 不管運價怎麼跌 長榮一定會有他的基本長線的買盤 去做進場 好 而且基本面對最好 對啊 基本面對最好 代表其實EPS相對高 本益比相對低 對 增加肌肉股 謝謝老師 這個手錶 鏡觀相向 貴公子好不好 好 如果送你這麼貴的錶 你OK嗎 OK啊 把他賣掉賺錢 你會不會有氣氛 你會不會有氣氛 好 我們會把他當傳家之寶 對 傳家之寶又太誇張了 可不可以更實用一點的 就送這個也好 可是這個不太實用 有沒有別的東西也比較實用 有沒有實用的 比方說房子啊 太實用 太貴重了 太實用 好啦 老師的LINE都可以加起來啦 好啦 那個買房子靠男人 不如靠什麼 靠自己 怎麼靠自己 靠投資理財 所以更要聽我們頻道開啟小鈴鐺 好不好 一定要訂閱 而且 不好意思 我們其實沒有業配 那960什麼ETF 從來沒有業配 也更不會出貨給大家 所以我們製作費一年幾千萬怎麼辦 也麻煩靠大家贊助一下啦 贊助一下嘛 贊助一下 超級感謝 一千塊 一百塊 我們都開心 按讚旁邊有一個超級感謝 好不好 每週一到週晚間8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四教學影片 最愛之誇 謝光臨瘋狂股市 福利社讓你的財富 FeeFeeFee Woo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漢哥 然後是哥神 賣遊戲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 二月一桌 狂大虎 閃千道 開始想打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的財富 你嘴巴好厲害唷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每天他不要讓機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氧季 我確實夢裡就 我好愛 我看過 看空車下 球中 有我們在你左右 賣酒噴 賣酒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找動作 對不對 最最高 燒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這壞毛病 再來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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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 fee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0800668085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經管投顧 薪字第014號 本公司以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補蕩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